我们从这个普厌禅师的这个句语 我们把它延伸到我们在凡尘所看到的 那个三佛一体 三佛一体 我们最实上看到就是阿弥陀佛 然后上座就是观世音菩萨 下座就是大师之菩萨 对不对 那个另外三佛一体 中间就是释迦牟尼佛 然后上座就是文世菩萨 下座就是普贤菩萨 对不对 那么这个三佛一体 是在告诉我们 佛法身都在我们身上 那个佛中间 我们先说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个佛就是我们不生不昧的真心佛性 那个上座观世音菩萨 就是我们那个菩萨座智慧 也就是使以法佛法 然后那个生就是大师之菩萨 是使以生 都在我们身上佛法身 所以佛就是我们佛性本体 佛就是我们菩萨座智慧 生就是我们的行为 我们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生 所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它翻成中文叫做本不生 密就是冲在天地 佛就是卢卢不动的卢 那个意思 也就是我们佛性本体 我们佛性本体就是五量兽 阿弥陀佛就是五量兽 我们佛性是不是五量兽 不生不昧是不是五量兽 所以阿弥陀佛就是我们本身 那个观世音菩萨上座观世音菩萨 行生救苦 我们行着生来救苦 就是华 就是我们要花灰的菩萨庙智慧 然后生大师之菩萨 就是你知道真理的 要用很大的力士去完成它 大师之 所以那个是我们的行为 那另外那个释迦摩尼佛 释迦就是能忍 忍耻的人 能忍 摩尼就是吉莫 吉啊 嚕嚕不动 莫就是没有声音 能忍吉莫就是我们的法身 我们不生不昧的真心佛性 那文师就是法 就是我们的波罗妙智慧 所谓文师啊 智慧最高 我们祭备 我们祭备有文师的智慧 然后普弦呢 我们知道就是要 知道要实践 就是普弦 普弦菩萨 所以三佛也是一体 所以我们要了解 这个外面的三佛啊 为什么他三佛并列 就是告诉我们佛法身 然后就在我们身上 就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含义 这个是要我们啊 那个心痛啊 哦